大家好,我是莫希堂 我今天要介紹的圖書是《森林裡的帽子點》 作者是成田雅子 出版社是小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本是故事類的圖書 我覺得這一本圖書的內容非常有趣 下午,沙拉和媽咪魯魯就讀到森林 他們走到途中見到一頂帽子 他們撿起了,帶了上頭,就變得很小 之後呢,他們一路走又見到很多帽子掉了在地上 之後呢,他們就見到一位蜥蜥爺爺 蜥蜥爺爺說,麻煩你們幫我撿回帽子 之後呢,蜥蜥爺爺就帶到他們去他的帽子店 最後,他們一起賣帽子賣得很開心 我欣賞這本書中的角色 是因為他的性格是很... 常常樂於助人的 我在這本書學到要常常幫助別人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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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